粉丝艾特的质量确实很高 说句实在话 你们不艾特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 法拉利还有这么扁的车 没错就是扁 如果让我给他起名的话 我愿意称他为 Piagi 说到这儿聊个题外话 我们小时候其实跟Piagi叫宝 你们那有什么奇葩叫法吗 法拉利Modulo是全球限量一台的超级跑车 全名应该是 由賓尼法尼纳设计制造 这个名字其实有很大的误导性 中间的数字512代表的是一台赛车 法拉利512S 这台车曾经为法拉利赢得了几次胜利 但后期伴随法规的更改 法拉利不得不向小排量靠拢 512自然就被放弃了 一部分车型被修改成了612km 宾尼法尼纳拿到的应该就是612km的地盘 另外这里要解释一下 法拉利的512 612都是以排量加钢数命名的 也就是5.0升为12和6.0升为12 另外气缸的数量在这台概念车上 体现的淋漓尽致 引擎盖上有左右两组三刃孔 每组12个代表的就是气缸数量 这颗自然吸气已经可以输出超过550毕马力 但由于这台车担任的是斩车的角色 所以不曾被人真正使用过 直到近代 有位大佬把这个50岁的老东西买了下来 进行了整备修复 才出现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幕 不过虽然这台车频繁的被斩出 但仍然被当成宝贝 不止因为它是全球唯一的法拉利概念车 同时也和它曾取得22个设计脚项有很大关系 留到这儿我有个小疑问 它获奖的点在哪呢 就因为长得像啪句吗 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审美就是这一二呢 我是急速设计 双机关注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车